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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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視第一集 我是趙篤惠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十大活躍股份 排頭位的是長城汽車下跌1成1 報8.1毫半 騰訊控股下跌0.09% 報214.6 中國移動上升0.1% 報90.6 吉利汽車下跌5% 報8.63 港交所下跌1% 報206.2 第六季有建設銀行 下跌1% 報5.75 中國平安下跌0.1 報41 有幫保險下跌0.9 報52.5 銀河娛樂下跌0.3 報31.35 中國海洋石油下跌2% 報10.46 轉體下十大升幅股份 排頭位的是 金川國際上升2成7 報5.7 英力投資上升2成 報4.8 八德國際上升1成3 報1.02 香港教育國際上升1成3 報8.7 海量國際上升1成3 報5.4 中國家居上升1成1.5 力保華潤上升9% 報2.36 新裔醫藥上升9% 報4.8 YGM貿易上升8% 報7.7 再和大家跟進一下 十大跌幅股份 排頭位的是 新機國際下跌2成4 報7.3 文化地標投資下跌1成9 報4.3.5 浪潔智能卡股權下跌1成9 報3.6 蒙古招媒下跌1成2 報2.29 長城汽車下跌1成1 報8.1.5 雲基資本下跌9% 報1.2.5 中華包裝控股下跌9% 報9 TSC集團下跌8% 報1.2.1 紅布資源下跌8% 報1.4.5 創建集團控股下跌8% 報5.7 再和大家看看港股半日的表現 隔晚美股偏遠 導致低收53點 亞太主要的股市 今日亦都是向下 港股昨天窄幅偏遠之後 今早早明顯受壓 半日接連失手20天線和50天線 行指今日低開168點 報23396點 隨即亦都是失手20天線 早段下跌224點 見23340點半日低位 失手50天線 而且下市了10天線的支持位 其後走勢由改善到 跌幅一度收窄至101點 見23464點半日高位 臨近半日的收市跌幅再拉闊 行指中午是收報23402點 跌了162點 大市成交額有271億 而國企指數半日是收報9733點 跌103點 再和大家跟進半日的股工榜 跌幅半日的股空金額有21.26億元 排頭位的是長城汽車 股空金額是3.03億元 佔股分成交2.7 凝富基金股空金額是1.02億元 佔股分成交5.1 中國海洋石由股空金額是0.85億元 佔股分成交3.4 建設銀行股空金額是0.76億元 佔股分成交2.1 中國聯通股空金額是0.75億元 佔股分成交3.5 這次的嘉賓請來我們的分析員 阿努 阿努 你好 阿努 你好 今天恆子都是偏遠 後市會不會跌幅都擴大呢 雖然你說今天恆子是有下跌的勢態度 但其實都好像跌不下式像 甚至跌到50天線、10天線這些位置 都最終能夠站穩 都看到跌勢不算大的 但其實我覺得最值得留意就是看這兩天 整體仍然港股的成交金額 其實都相對地比較小 始終大家仍然抱一個觀望的態度為主 始終說 之前市況炒上來 最主要都是炒一些北水南下的相關因素 但基本上踏入整個10月份開始 看到港股通的使用量是非常低 所以短期來說 沒有資金的炒作的話 指數很難再進一步向上退 但是同樣地 會不會因此而跌下去 我覺得未必的 因為即使港股行指 升到現階段23,500這些位置左右 那個股值也不算是貴 所以你說後市未必會有很深的調整幅度在 如果看回內地的一些經濟數據等等 都看到情況 又未止為一面倒地差 所以現階段大家都報到官網態度 暫時有什麼值得關注 看回這些內人股 陸續會公佈第三季度業績上 論盈利能力 如果遇到這些內人股 沒有太大的變動 不會有太大的驚喜 但是 幾個因素留意 第一 當然最關注的是 不能貸款 和不能貸款比率 會不會持續惡化等等 但是其實 內人股普遍來說 股值仍然是便宜的 如果說這些 一直以來 最利淡它們 或者風險最大的風險因素 能夠見到 舒緩改善的跡象 一眾的內人股 仍然有條件做好一點 有機會帶動大市有個反彈 所以後市我自己的看法 真的不看得太過差 如果從整個技術走勢上看 雖然恒指今天再次跌穿 一條二十天線 但是看到指數 今天整體現實 下到二萬三千三座這些位置 都算是能夠站穩 甚至看到跌勢有所收窄 所以短期後市來說 能夠繼續站穩 一條五十天線 即現階段 大約在二萬三千 三百五十點左右 這些位置 我覺得指數 未必看得太過差 即使失了五十天線 只要繼續站穩在二萬三樓上 仍然有條件 繼續看好 現家電的看法就是 建議大家留意二萬三千 這些支持位置 不算二萬三 我覺得有條件 繼續看好 至於目標暫時說 會先看到二萬四這些位置 謝謝安勞 詳盡的分析 可以看看 藍籌金融股也是領跌 匯控下跌了0.7% 有邦下跌了0.9% 而港交所下跌了1.2% 重磅的內銀股也進入了業績期 建行下跌了1.2% 公行下跌了1% 而中行下跌了0.6% 上述的六隻股份 都拖低了大市 跌了81點 另外 長和下跌1.4% 百例也繼續受壓 半日跌了3.9% 是表現最差的南籌股 相反四年跌的中移動 就回升了0.1% 而瑞星科技上升了1.8% 是表現最好的南籌股 再和大家跟進大市市況 五行升指數中五福市之後 是繼續下跌 下跌了160點 是報23,404點 而國企指數下跌了108點 報9728點 大市的成交額暫時有277億 轉看內地股市方面 服市之後都是偏遠的 深淨城市下跌50點 報10821點 相證指數下跌13點 報3118點 而滬深300指數 尾跌9點 報3358點 創業版指數下跌13點 報2186點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